街上突然出现大型军队车辆 一台接着一台经过 中共百年党庆即将在7月1号举行 北京草木皆兵 还有网友拍下北京街道上 没走几步路就会出现身穿朝阳群众的便衣警察战哨 戒备十分森严 然而不只是展开维稳行动 也针对前来采访的境内外媒体拉高伟安层级 规定所有媒体记者自27号起 若要采访相关行程 都要先完成两剂COVID-19疫苗接种 并前往指定饭店接受核酸检测 集中入住 而且要待到7月1号大会结束才能离开饭店 所有行程也统一由专车接送 有些行程甚至要求媒体不能携带手机等通讯设备 尽管北京大规模戒备 然而中共党庆彩排却遇上冰雹角局 一颗颗弹珠大小的冰雹纷纷从天而降 中共党庆前夕天宫不作美 北京昌平 延庆等地突然下起暴雨 夹带冰雹 有的杂重路过民众 也有的汽车玻璃被砸破 连当晚预计要进行的党庆烟火彩排也受到影响 有网友就指出这是天怒人怨 也有网友说邪恶必遭天谴 新唐人亚太电视王冠林叶云辱整理报道